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地下的泥土带出 并逐渐挖出一个直径约十几厘米的深井 以此来探测地下土层的土质 了解地下的地质情况 这样不断向下伸钻 为柱头带出的不同土层的土壤结构 颜色 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 如果发现土壤有异样 或者打到了古人墓葬的风土堆 那么就能快速判断出 地下有墓葬或古建筑 如果发现有陶瓷 铁 铜 金 木质 木碎片 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 一般经验丰富的考古工作者 还可以凭借洛阳产碰撞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伤的感觉 就能判断出地下的情况 比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 木道 那吹击出来的声音自然就大不一样 洛阳产最早是河南洛阳一带的盗墓贼所发明 并被后人不断地改进完善 最后成为了中国考古的代表性象征 也逐渐被世界考古人所使用 好了 本期的盗墓笔记的解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这个系列的观众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更新这个系列的 各位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